雇主配合政府推出的外劳重聘计划 但实现还没到 移民局却又上门取缔 让商家大土苦水 四年前在五级缅登 燕美路附近经营查试的彭先生表示 为了配合这项重新聘请外劳计划的申请条件 他在计划推出前的一个星期 就已经将所需文件准备就绪 更自掏腰包带员工到诊所去进行医药检查 但没想到移民局却突然上门取缔 导致他的9名员工被捕 罚款数额高达10万令吉 彭先生说早在去年 他就已经积极响应移民局推出的漂白计划 怎么知道工作人员以申请次数有限为由 导致他目前只成功申请了一张外劳卡 他痛批移民局根本就没诚意 此外彭先生也透露 在为员工申请外劳卡时 也遇上不良中介 让他前后损失10万令吉的申请金 彭先生希望政府能在聘请合法外劳的课题上制定更有效的措施 并严格把关避免无良外劳中介公司到处招摇撞骗 据了解移民局今年2月中在五级免登 燕美路一带转开的取缔行动 一共取缔了52家查餐室 逮捕300多名非法外劳 NTV7综合报道